您在今天的报告里面 在第四页提到说 你们会去建立人权宣施的监制 监测督考跟改善的机制 里面就提到了说 你们会建制国家人权专家 结论性意见与建议专案追踪 子系统 然后会去监督各个部会 对于结论性意见的所谓的落实的情况 你们作为这整个一个国家人权 所谓的秘书处 就是我们所有的两公约的秘书处 所以等于是在国内要去推展 我们所谓的人权的单位 但是你们对于这所谓的 这些专家的结论性意见跟建议里面 我们看到有两个 一个就是关于所谓的婚姻平权的部分 在这个两公约的他们的 这个结论性意见里面 专家提得非常的清楚说 对于政府在修法认可家庭多元性之前 先进行民意调查的计划表示担心 政府对全体人民的人权有履行义务 且不应该以公众之意见 作为履行的条件 好 我们的国外的这些的专家 国际的专家呢 写得清清楚楚 在他的结论性意见里面 写得清清楚楚 你们作为这所谓的秘书的单位 而且在你今天的报告里面 你们也在监督所有的 不用监督好了 只有你们也在敦促所有的各个部位 去落实国际专家的 结论性的意见跟建言 结果你们自己公然违反 你们对于这所谓的婚圈 婚姻平权的法案的立法 你们说因为这个民意 我们必须要再做民意的调查 因为现在人民的意见呢 这个反对了 因为反对了很多 所以我们没办法 那甚至呢 你们也在这个我们委员会里面呢 也提出来说 好 你们要在去年12月底之前呢 对于这整个一个 就是同志婚姻的这个部分呢 到底怎么样去保障 你们要提出你们的一个 修法的一个建议出来 结果到今天已经三月了 你们提出的到底是什么 你们到底是要修改民法 还是你们要特定端法 还是你们要去所有的法律里面 一逐一的去定 那事实上在去年的公订会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陈明堂陈次长 他还答应说 我说好 下一次给你两个月 两个月你是要提出说你的这个 你到底你要采取的方式是什么 你必须要提出你的修正法案出来 结果到时候呢 他说我没有 我只是答应说 好 我提出这个修法建议 结果修法建议到去年12月 你们说你们要提出修法建议 到今天修法建议也都没有出来 报告委员 那个政策方向我们已经提出来了 你们提到哪里去 你们根本没有给我们委员会啊 我们是这个1月14号报给行政院 那行政院他是不是在 2月11号在行政院秘书处 正式回复 有送到我们司法委员会来吗 我们好像 陈正那边不是有报告吗 没有 没有吗 对不对 现在已经3月了 对不对 你答应去年12月底要送出来 到现在3月的影子都没有 这一点我可能要再去确认一下 因为陈正是不在 那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会参照其实两个部分 一个是现在不需要修法的部分 其实有关于他们的比如说医疗权啊等等 我们就会从相关部会现在就去处理 那你觉得这样就足够保障了吗 那不够 所以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要修改相关的一些法律 那目前的方向是参照德国的同性伴侣制度 去建立我们自己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不能够结婚 但是可以同居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就是让我们国内的观念的转变 能够也 我们的法律制度能够配合得上 如果我们直接要跳到说 同性可以结婚的话 我怕这个法案反而难通过 那你说你的同讯的这个办理法 你什么时候要提出来 我们现在还在言理当中 我们要开很多次会 因为很多法案的开会讨论 常常时程很难 你总会有短中长程嘛 对不对 你的短程就是说 现在不需要修法的先去处理嘛 对不对 包括他们一些社会权的部分 先给他保障嘛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说 你们要去订所谓的同性伴侣法嘛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阶段再看看 是不是能够订同性婚姻法 是不是这样 那同性伴侣法 我们都就像很多其他法案一样 就是积极密集去开会 好 就位置大家的意见 对啊 那你们这忠诚的计划到底多久 可是很多时程我们很难定 比如说像律师法 开到八十几次会议 你能够在我们这一届卸任之前提出来吗 哦 很难吧 很难 太难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法案 你们多年前 对不对 就已经委托你们在2001年 你们法务部曾报给行政院的人权保障基本法的草案 第24条 就已经明摆规定 国家应尊重同性恋者之权益 同性男女得依法组称 家庭及收养子女 你们那时候都已经定调 这保障同志的婚姻了 然后现在呢 政府上来之后就整个完全推翻 结果你们现在还要从头 而且甚至你们早就委托这个 这个 这个戴宇如戴教授 对不对 去对这同志的这个权益都已经做研究 整个厚厚的报告 已经躺在你们法务部躺了多久了 你们现在还要重启炉 还要从头再来 报告委员之前并没有确定 这一个同性伴侣的政策方向 好 他的政策方向 他在里面的建议就是 同性伴侣的建议 那这个还需要很久的时间吗 这个法律一定要一个完整成熟才能够提出来 好多久嘛 所以 因为我刚向委员报告 下一届立委的时候了是不是 反正这届立委 我们会尽快 你没忘 我们会尽快 那另外一个 就是关于也是一样 在这个所谓的国家的 这个 在两个公约里面的这个建议报告里面呢 其实就提到这所谓的通奸除罪的这个问题 那这我们也知道说韩国最近呢 他们刚刚的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那他们把这个通奸罪呢 把他除罪了 那我们的这个两公约 在这个SIDO公约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国际的专家 也都来台 那检释的时候 他在两公约检释的时候也提到 台湾刑法中的通奸罪违反性别平等 那也侵害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第十七条 对性自主的保障 并且呢他们指出说 即便法律平等处罚男性跟女性 调查显示 实际执行上女性在刑法程序中 面临极度的弱势 且侵害他们的尊严 隐私跟平等 通奸行为可能是在民事赔偿 离婚过程或监护权上造成不利益 但是通奸不应该是刑事犯罪 国家不能够以任何刑法 如急刑 鞭刑 徒刑或划金来加以处罚 这也是我们的国际专家所谓的结论性的意见 你们要其他的部会去执行 结果你们对于这个部分 你们到今天 韩国都走在我们前面 都把通奸除罪化的 都把通奸已经除罪化了 现在只留下我们台湾 跟这些所谓的回教的国家 能来留着所谓的通奸罪 通奸除罪并不是通奸合法化 大家也知道说通奸是属于 这是属于人民的婚姻情感的东西 是没有办法用法律来处理的 所以他事实上应该是用民事 政府应该要介入的是 怎么样提供更多的婚姻资商 对不对 怎么样能够加强去调解 那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 婚姻靠的是经营 不是靠着国家的公权力 深入到婚姻生活里面 去破坏完全人家的隐私 那你们这国际的专家 都已经建议在那里 那你们仍然是说 要用民意的调查 对不对 另外刚刚我们所讲的婚姻评权 国际的专家已经跟你讲 这所谓人权的东西 是不能够用所谓的民意调查 来做决定的 那今天即使韩国 他们会处通奸除罪 他也不是全国的人民 50%以上的人都赞成 但是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 今天婚姻靠的是经营 不是靠的是用国家的公权力 去介入到 你把人抓回来 是没有办法把性抓回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可以去处理 报告员 这个通奸除罪法的法 法律修正是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那条要不要删掉而已 所以这个法案 如果得到民意支持的话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去做宣导 对不对 去把这些 就是说这个法律表面上 看起来是在保障女性 事实上它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保障女性 根据统计的结果 是女性 男性通奸多 对不对 但是女性被判刑责的 被处罚的多 那这样子表面上 看起来让女性说 反正我结了婚 我躺在家里 就会有法律来保障你 事实上是保障不了的 然后谁获利最大 就是征信社 对不对 然后去抓奸的这个太太呢 她可能还会构成什么 构成妨害秘密罪 构成妨害 无故侵入住宅罪 构成毁损罪 构成伤害罪 等等 这些全部都没有告诉人民 所以让大家误以为说 我只要结了婚 政府就会保障我婚姻幸福美满 那这样的东西是 事实上是你们要透过宣导 透过教育 然后呢 去让人民清楚的知道说 没有任何的法律 能够保障你幸福美满 只有你们好好的去经营 你们的婚姻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去处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律师法 律师法你们什么时候要送进来 我们已经送到行政院了 那行政院什么时候会出来 已经好几 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这个法蛮复杂的 所以行政院 没有错啊 所以你们定了将近十年啊 那要为月礼 我看 什么时候可以送出来 因为还要会司法院 考试院 你们送行政院之前 不是就已经要会司法院 那是开会的时候 我们请他来 但是已经正式成 我们的行政院版 那个 案之后 还要再会 你们今天的业务报告里面 有一些你们自己手上的 主则的修法的立法计划 你们稍微整理一下 大概有哪些法案 大概已经到哪里 送到行政院会 那个稍微做一个表 然后提供给每个委员 这样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进行巡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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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